霹雷安顺关公文化节游行挥舞 中国国旗的风波还没落幕 若佛星山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若佛州总警长拿督古马证实 警方已经针对本月28号的一宗投报 传召三名主办方证人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 古马今天出席涂鸦节活动后 告诉媒体在圣陶杀广场发生的 灰奇事件是马来西亚 国际关公文化节新山站的巡游绕境活动 有关室内活动已经获得了新山市政局的批准 截至目前警方只接获一宗投报 目前援引1949年外国国家勋章法令第三支一条文 刑事法典第505支B条文 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开档调查 不过基于活动主办人目前身在泰国曼谷 警方已经传召对方迅速回国陆供驻查 一旦所有证人录取口供并完成了调查 才会提成报告给柔州总检察署 以定夺是否采取后续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